大家好我是小哈 今天我们继续来开个箱 之前我是在淘宝上面买了一台 这种白色的OED型号的 然后我在拼头多上面又下了一个单 但是我没有想到它居然真的发过来了 因为拼头多经常之前是扛我的单的 所以说这个又多了一台 这种红蓝版本的 这个白色版本的我已经开过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红蓝版本的会不会翻车 这台它应该是发了一台日版过来 大家看这个是日文的 然后这上面也是有这个全新未拆的 跟这个从淘宝上面买的 这种白衣补贴的是一样的 也是这种全新未拆的这个标签 我猜是他们都是用同一种 同一个商家发的 因为这两个快递全部是从上海发过来的 然后这里有个店铺的标记 上尾小全店 这个应该是从日本带过过来的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机子 好 红蓝款的仍然是我们熟悉的这个 红蓝手柄 它这个上面也是有这种标签的 这种序列号 是两码合一的这个手柄 然后这是 本体 我们先不看这个 我们看一下配件 配件的话也是有一张这个 然后也是日本的冲箱头 你看就知道是从日本的 它有这个黑色的这种 这种塑料在这里 大家看 然后也取这边线 这个不用看 狗头握把 狗头握把 看样子就是全新的 没有什么划痕 然后这个手柄线的话 原来是跟这个之前我猜的一样的 就是从这种白色里面 这个白色款里面猜出来的 这个手柄线都是一样的 也是黑白相间的这种样子 然后这个基座 我看这个基座 基座的话 它的结构是跟白色款的一样的 我感觉黑 我感觉黑色款的其实也不错 这个配色也很高级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全新的 没错 而两个也对比的话 我感觉 我感觉黑色款的比较好看 不知道为什么 啊白色款的感觉有点不清晰 它这个logo 虽然是新款的配色了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主机 好主机的话 跟这个白款的白色款的是一样的 黑色款的主机一看就是全新的 这个没什么 没什么翻车的迹象 然后开机看一下 好这台机子大概就开箱完成了 然后然后我觉得它这个背面的这个质感跟我们之前 得到这种机子不一样 大家看我如果现在手放上去的话 一松开它会有这种 这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银 会有这种硬机 大家看 但是那种老板的机型就没有 老板的话 它抹起来跟这个新版的不一样 压根就不一样 手感都不一样 后面感觉是磨砂台制的 而这两个机子我都会把它input掉 到时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input之后的 switch到底性能跟这个 以前的机子 看一下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吧 好 然后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